請大家說幾句說話 陳調子局長 洪光醫生 林賀醫生 各位前輩 各位同事 其實不是幾句 十五分鐘給我 所以我現在想說 我們醫學會突然開始一百週年 幾個問題很多人都問我 第一 香港開國一百多年 為什麼呢 一百年才有醫學會 應該早很多的 第二 很多人都問 為什麼以前中華醫學會 和內地都有關係 第三 香港人問我 現在的願景是怎樣 一百年後的願景是怎樣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的願景是怎樣 看來看 一百年了 香港人何時看中醫呢? 大概在1894年 1894年那時已經被了英國政府 但那時太極天國之亂了 所以很多人都沒有接觸 所以那時人們就要走上去黑色 沒有理由 所以那時人們走到那個地方的太平山街上環那裡 那時環境很擠迫 有人就說不如這樣吧 他們只看西醫 中醫就不行 不如就看西醫吧 西醫在哪裏呢? 那時就在這裏 現在有一間診所在這裏 那時是H&A未來的 H&A就是在這裏 那裏有一個人叫David David出了一些錢 他建了這個診所 就是3GV 建了一個診所 那個人是華裔的加拿大醫生 在這裏做的 那裏就說 既然我出了錢 那我當然要給名字 有命名權的 那裏就沒有問題了 你肯給錢 那裏就叫他媽媽的拿大掃 所以叫這個拿大掃 就是這樣來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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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死了,所以在冤冤纪念区 1887年,香港有个绩的,所谓洗衣学堂 1887年,这是香港大学的前身 1892年,由第一批的医生出来了 即是gradual,只有两个毕业 到1920年,香港的中华医院成立了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隔这么远才成立,为什么呢? 1992年已经有了,何解到1920年才有 大家明白一件事,就是当时医生不出业 是不可以做医生的,只能做支援 你想做医生有两个方法,一去武门 孙中山就去武门,就是这样的 第二件事,就是去祖家,去英国 那时候再读书才行,而我们那时候是做不到的 当时医院就是这样的,我们的西医学堂 现在就是这样的,这是何你活动 这条河里活道,这条河里活道 这条河里活道,我当时最初居住的地方 就是这里,越来近街 就是这里来的,很适合的 后来当然,我们知道他搬了上个搬行道 当时他有几个学生的 有一个学生,当时这个,大家知道 就是孙中山先生,当时医生 那时候不是叫孙中山的,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孙中山 不是孙中山 也不是孙中山 不是孙大靠 他就是孙大靠 他就是孙大靠 第二 那时候他爸爸就是契了北帝 那时候的北帝 因为他从中山来的 那时候是北帝 那时候他信北帝 所以叫孙大靠 这个叫杨学龄 这个叫尤烈 这个叫陈小白 这三个人,只有他一个是总装医 这三个不是的 但都经常在谈谈,搞革命 所以那些朋友叫他做 其实不是清朝通緝他 他们的朋友改名 那这个呢 这个不是孙中山 不是的 这个真的是孙中山的子弟 这个呢 就叫做 关景良 关景良 后来他就真的不在业 那几时才开始做西医 就是现在要做西医呢 1989年 那时候有一个主医 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他 他那个东华医院 是用中医的 但是那时候 那个罗便臣着 就是港督说 不行 你一定要用西医 这些主医的东西 怎么可以 逼他们用西医 那时候我们才有 西医才开始盛行 好 好了 他说到1911年 香港大学成立了 成立了之后 以后的毕业生 就是真是医生 就是他完全可以 就像我们一切 那样 所以1920年 旧大的医生 那时候呢 就在1920年 那时候呢 关景良医生 关景良医生 大家知道 刚才你见到 四大教后院那个 那个不算是大教 他那时候 他在桃园的地方 桃园在哪里 就是西环 我记得是石塘咀 那里 那里 当时来说 是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他在那里 成立了 做成了 叫做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为什么叫做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就不是表示 它是中国医学会 那时候 那些医生 全是外国人 英国人 所以他们也建立了 Pritus Medical Association Hong Kong branch 所以我们中国人 建立了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有一个理由 譬如大家知道 现在我们叫做Hong Kong Club 的一只香港会 在中环 主要是被外国人的 鸿江也入了 那 快来就行了 鸿江也入了 便到你了 那 Hong Kong Club 是主要是外国人的 那这些华人 这一班就是华商会所 就是华商会 华商会在哪里呢 所以大家明白 就是说 你有外国人 我有中国人 所以这个Chinese的字 其实是中国人 第一个President 就找人家医生 接着关景良医生 大家看到 他的后代 现在还在那里 那就 关景良医生 还在那里 那 他现在还在那里 还在那里 还在那里 那 那 后来第二届 就是 关景良医生 做了会长 1960年 你问黄祖医生 就知道 香港医生 那时候是黄祖医生 那时候是黄祖医生 搞的 当时的第一届 就是这样 就是 何鸣超 不是何鸣光 大家留意到 那时候 我们用香港医生 和 Be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一起 你想看看 我们当时 香港医生 就是 Hong Kong Chinese Matic Association 的Logo 大家很清楚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但到1960年之后 我们就变成 中香港医学会 就是把情况 搞清楚一点 留意到 1920年 当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未成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才成立的 大家看到 这个文章 大家看到 《维护文康》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三条 两条蓝色的线 这个最重要 这个表示 香港医学会 本身很接线外来的文化 所谓的蓝色文化 就是这样 我们不是一个黄色的文化 不只是在自己里面 我们是一个外来的文化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些文化的文化 我们当时来说 到现在 就是这样 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社交活动 一路都是 社交活动 就是在赛建的时候 另外 我们有很多 医疗改革 虽然香港医学会 或者中华医学会 本身 就不是一个法定的机构 但很多时候 我们都有很多的意见 就是被官方参考 甚至 有时候 领会 有些抗议 我们也有份的 这个是赛建当时 好像刚刚在LSE出来 那样 整个Pay头4 那样 好了 好了 后来赛建之后 就是我做 去年 我自己的感觉有几样 我希望一个 better communication 就叫complete network 我就好看得到 complete network 所以 我整天都见到周振军 整天都跟他说 他一天都有complain 不过我也是这样 我就很希望 最后一个complete network 就是多些东西做 还有 就跟社会多些联系 第二个social project 我就看得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就是 香港的organ shortage 我们医学会 这么多年 搞的Spring Soul 那个春假行动 我这个LDV population 现在人都开始老了 那里 我们看得很重要 就是complete service 以及最近 我的end of life care 你真的是老人家 现在香港已经可以做些事情 我还希望我们自己的内部 可以improve我们的service 例如我们的CME 这个今天 大家都同意 搞得非常之好 多谢阿琳和梁航光 我希望将来 我们的data 即public 和private sector 那些battle information 可以改变 现在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可以再做得好些 第三个 我希望做了一个 就是Teddy Madison 因为这件事 其实有些争议 因为争议 就应该我们应该不用看的 以及3D medical printing 这件事 其实在内景做得很先进 但香港 仍然做得很慢 我就很想看这件事 不过 我已经过了一年了 但仍未做得到 因为太久了 这几乎 在community 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 和私家 或者公家 医院的来往很多 这样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organ donation 因为 陈潮子局长 至于今年 我们的气管卷证 也是很少的 也是比去年更少的 所以我们经常想说 可以做多些事情 我觉得春假行动 这个概念是非常好的 前年 初识陈局长 也来到这里 去年 我们也有一个 所谓的Spring Store 就是派一些 派一些派一些外地人 派一些市民 在外面看看地方 之后 他们可以 每个病 可以介绍亲戚朋友 去签个organ donation 那些东西 这个也是很好的 公司服务 当然很重要 我们就去年轻人 也很重要 我们搞了 Health Academy for the elderly 区域健康学生 都是我们自己的钱 拿出来的 其实我们现在的钱 也很紧的 不过我们都 一纳着副头 我们都要做这件事 这件事 公司服务 我们也想办 一些生外 交外的人 这个 就是Explosion 在外面的Viu Chair 因为我觉得 香港的交易公园 是很漂亮的 但问题在 如果你有Viu Chair 你差不多 没得享受这件事 所以我们有 这个地方 在大堂 冬天的红叶 都是很漂亮的 但是他们没有欣赏的 所以有一次 我们也带 一些障碍的人 出去那里 欣赏这件事 我觉得 跟我们社会 怎样多些交流 那么 End of Life Care 我们最近正好 搞出过这个活动 因为我们希望 将来做到 一个病人最后死 可以在家里死 或者最后 可以通过 肯定的 按照CME 大家知道 我们搞了很多CME 但CME 是可以很贵的 其实今天这个活动 我现在用了17万 不是很多 17万 所以我们 就试过一个 online的CME 是在网上的 我们那时候 在浸卫院 就试过很多次 试过得了之后 现在已经成功了 还有 Vestible Council 都同意我们 这样做法 有了这件事 我们可以用很少的钱 可以做到很多的东西 这个 CME 我们会继续的 第二点 我们有几件事 就是很多件事 做出来 这个第一件事 就是头泡做了 这个就是 Kick Off Sediment 大家同意很好 接着我们1月5日 我们会有一个Spring Show 就是会再 成为Organ donation promotion 1月5日 陈局长就来 陈局长就来 在东涌 我们的名字 三张大体 就是这个 我在2018年 11月12日 上去访问 河南 你看到 他会写着 如何欢迎香港 以后会 何仲平会长 一行利临 那鬼才是这么远 何南 怎会有人认识 何仲平 陈肇子也会认识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主要 就是信香港以后会 就是乡信香港 就是我们觉得 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希望我们香港的水准 一直维持 就是让这个金七招牌 就是何仲平 而是说香港的金七招牌 可以继续维持 这件事 还有最后这几张照片 我就会讲一讲 就是我记得 1895年时 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事 大家都知道 其实 你看到这个 有一个 蒙着头的 就是什么 这个人叫做 阿里山德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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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山德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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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六個月我們很辛苦 我們很亂 我們知道的 但其實我們以前更慘 我們暑疫的時候 死了幾百人都是這樣 即是說我們是可以捱得過的 所以我們希望從今天開始 我們的社會一路轉得越來越好 我們可以捱得過的 謝謝大家 我現在宣布我們一百周圍共同 就現在開始